讲到国际焦点 以色列国防军是持续对加萨进行地面战 还有空袭轰炸 第一人称视角 以色列军人坐在坦克上扫荡加萨城市街头 看到哈马斯目标就发射炮弹 以色列国防军持续从路空两路打击加萨走廊 更宣称控制了11个哈马斯军事据点 加萨卫生局则指控以色列不间断的轰炸 导致当地最大医院西法医院燃料耗尽 已经断电陷入全面停止运作 医院陷入一片漆黑 医生甚至在没电的状况下 要拿着手电筒进行手术 由于医院全面停止运作 医院内已经有两名保温箱早产儿因此丧命 还有至少37名婴儿命在旦夕 世界卫生组织近期警告 加萨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 而且每10分钟就有一名孩童遇害 只是以色列却反驳他们没有轰炸西法医院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更坚持绝不能停火 双方各说各话 但如今要如何解决人道危机 以及加萨医院崩溃状态 恐怕依旧是个大难题 TPP的新闻综合报道 那么根据日本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 哈马斯和以色列正就两项的人质释放提议 进行谈判 我们请记者伟佳琪带我们了解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持续开战当中 不过现在却传出以色列跟哈马斯 已经达成协议了 是不是可以短暂停火 那么用人质来做交换呢 以色列官员跟了解谈判的情况 人事他们就有透露了 就哈马斯跟其他组织 他们其实已经扣押了 240名的人来当做他们的人职 不过不到一半是平民 所以他们谈判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 是不是可以释放这一些平民呢 那么他们说了 哈马斯打算释放10到20名的 富人小朋友 甚至是美国人这样子的 外国公民已换取短暂停火 如果他们的条件达到满足的话 接下来就会再释放100名的平民 但是外界就很好奇了 这个条件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停火 再来就是人道救援 跟帮医院提供人料 那么接下来他们就会再释放 在监狱中的妇孺 那么释放任何士林男子 这就不在他们的考量范围之内了 传出他们现在关押大概有20人 甚至是更小人 因为他们说了 其实其他人都被盛战组织 或是其他团体给关押 并不在他们能够操控的范围之内 而看到了加萨的惨况 也激起了全球许多民众怒火 在英国伦敦就有超过30万人上街抗议 西班牙的巴塞隆纳也出现了示威群众 猛力推击车站外的铁栅栏 发出怒吼声 西班牙巴塞隆纳挺巴勒斯坦 示威民众闯入当地车站 还占领车站大厅 抗议西方国家长期压榨 高喊巴勒斯坦人真的受够了 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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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巴窗途超过一个月加萨惨况 激起全球穆斯林怒火 抗议遍地开花 伦敦发起第四场挺巴勒斯坦游行 参与人数创新高超过30万人 集结上街 被武更包围美国驻英大使馆 圆敦家派2000警力维持秩序 不过冲突依旧难防 至少82人闹事被警方逮捕 这波反以色列的抗议潮也烧向美国 美国总统拜登位于德拉瓦州的住家附近 数百人集结抗议高喊快停火 白宫暂时未做出回应 不过这波反以浪潮逐渐在群球方向 现在美国官员用字潜词更加谨慎 法国总统马克宏和西班牙代理总理桑杰氏 也转向呼吁停火 巴勒斯坦人全球各地集结发声 多年来遭压迫的怒火 一次释放 TVVN新闻华轩播导 全球各地爆发了抗议以色列 而原本力挺的美国 也出现了劝导停火的声浪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佳琪 虽然是哈马斯先袭击以色列 不过以色列的大规模空袭 导致很多平民丧生 到现在国际的舆论导向 似乎有一点变了 尤其现在有人认为太多平民 无缘无故的被牺牲 所以就连美国跟法国 都对以色列的态度有所转变 我们等一看到是美国参谋首长 联席会主席部了 他就讲到了 加萨的战事拖越久 对以色列来讲是越不利 所以如果以色列的目标 限缩在哈马斯的领导人上面的话 才能更快达到停战目标 不然现在平民死伤这么多 以色列的军事活动 似乎是明显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伤亡人数增加会刺激更多的人 加入哈马斯 仇恨的种子也会因此而重向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说了 有太多的巴勒斯坦人丧生 美方希望尽可能的防止平民受到伤害 也愿意提供援助 就连法国总统马克宏都说了 以防必须停止对加萨平民 这些没有正当性的轰炸 甚至讲到了轰炸加萨 非最好的一个自卫的方法 他认为以色列应该不要对平民 来做无限度的轰炸 那么另外伊朗总统则是信一部表示 由于以色列正派军侵略加萨走廊 各伊斯兰国家应该要认定 以色列国防军事恐怖组织 继续交给佳琪 以巴冲突持续延烧 现在很多人都担心 会不会演变成中东地区的冲突 那么现在也向这伊斯兰国家来喊话了 伊朗总统说应该把以色列军队 列为恐怖组织 我们那眼来看到的是 这以军侵略加萨走廊 现在伊朗的总统就跳出来说 各伊斯兰国应该认定 这以色列的国防军就是恐怖组织 而且他更喊话了 应该赶快与以色列政府划清界限 不管是在政治层面 还是经济层面 都应该赶快这么做 他说针对犹太复国主义者 政权贸易抵制 甚至是能源领域的优先事项 他认为美国就是主使者 和主要的帮休 所以呼吁这些伊斯兰国家 应该跟他站在一起挺身而出 如果你对这样子的国际讯息 有更多的兴趣 不妨扫一扫QRQ 我帮你更新最新最好的新闻资讯 而同时以色列是持续红炸加萨地区的医院 也让这些医疗院所雪上加霜 天空飞来好几枚飞弹 眼前画面瞬间剧烈摇晃 救护车人员躲在车上 惊险拍下这段预袭画面 加萨最大的西法医院附近 不断传出爆炸声 因为这里又遭到以色列攻击 其他医疗人员吓到 用手捂住双耳全身卷曲 想办法在车内压低身子 医院外帐篷区的民众 听到爆炸声响大声尖叫 立刻拔腿逃命 加萨居民说这一泼泼的空袭 视线都没有征兆 他们连躲的时间都没有 加萨卫生局指控以色列在周五 对至少三家医院发动攻击 让加萨的医疗体系陷入危险边缘 救护车驾驶开着车在大街小巷内高速奔驰 他无奈的说加萨的死伤状况 惨到他每次出勤就得连续工作四五天 其实加萨走廊从北到南 没有一个地方完好无缺 会在南部的甘油尼斯 好几栋建筑又被以色列飞弹给炸毁了 就算能在无情炮火下幸存 无家可贵的老百姓逃到避难所 以为至少有个安全的地方可以歇脚 却发现生活环境实在太糟糕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 大量加萨居民涌进避难所 加上当地医疗设施被毁 供水也出现问题 传染病随时有可能大规模爆发 因此有些人宁愿回到废墟中 想办法过日子 加萨现在还面临粮食不安全的困境 加萨人道援助会议9号在法国巴黎展开 目的就是要讨论对加萨走廊提供人道救援 法国总统马克宏宣布将增加8000万欧元 大约27.6亿台币的援助资金 同时再次呼吁停火 专家分析认为如果战火持续 加萨和约丹和西岸主要经济指标 像是就业率GDP等都将大幅下滑 在短短四个礼拜内加萨和约丹和西岸的就业率 分别下滑了61%和24% 预期巴勒斯坦的GDP也会下降4.2% 精损相当于台币277亿元 如果冲突持续两个月的话 精损更将高达17亿美金 GDP则会衰退8.4% 联合国警告 这是巴勒斯坦30年以来前所未见的巨大经济衰退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一大面的书墙全都是漫画书 只张有岁月斑驳的样子